第14 阿玛塔 2015年 俄罗斯推出了一款被冲楼梯 14 阿玛塔的全新主战坦克 它是由俄罗斯列军坦克的一刻突破 被用了领先西方20年 当时的俄罗斯列军总司令 奥列格萨维克夫上将向官方媒体表示 到2020年 俄罗斯将会有2300万阿玛塔坦克 近时将占到俄罗斯坦克库存的70% 2019年初 有消息称 俄罗斯到2020年 将只有12辆阿玛塔 俄罗斯坦克企业都拉尔车梦制造厂 将在2019年底前 交付12辆T 14和4辆T 10辆B2DM坦克回收出 就与俄罗斯币面部队 2288辆坦克的机动目标将去甚远 根据2018年1月的一份报告 主张在莫斯科的第一际列坦克集团军 第二十际列集团军和八际列集团军 交接收坦克 第14线红产入冰阿玛塔主张坦克交付缓慢的原因是什么 成本和开发领域是两道主要原因 作为新移动坦克 阿玛塔在测试方面 势必会出现各种技术问题 尽管测试的 应该在2016年之前便宜完成 克里米亚危机的爆发 以及辞职而来的制裁 可能会使俄罗斯在营地建材方面遇到麻烦 例如 T-14的内部操作显示器 并飞在俄罗斯国内生产 过于资金热力 俄罗斯正在升级马舊坦克 还分大规模购买全新的坦克 T-72坦克 正在升级到新的T-72变方标准 俄罗斯立军将原重依赖线线裤层中的新权屁 906M坦克 据报道 俄罗斯甚至将上世纪80年代表替 80坦克升级为T 80并标准 专门在北极地区使用 它们的燃气温轮发动机 在东京云含环境中运行良好 T-906阿玛塔坦克是俄罗斯几十年来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向盖坦克设计 该坦克比线尾的俄罗斯坦克更大 具有主动和备动系统防御反坦克导弹 因以前的坦克不同 阿玛塔拥有三名车组人员 它用了无纹炮塔设计 阿玛塔的阿富汉尼特 阿贺利特 用杀杀主动防御系统 也可以用来对付高速反坦克炮弹 125毫米 21R 依照主炮能穿透现代北约坦克招甲 未来可能升级为更大口径的武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una